嗯 应该是赚大钱吧 还是跟男生在一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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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在后宫生活 我觉得三天这样啊 应该我就死悄悄了 欢迎收看《bubble看大戏》 这里天天有惊喜哦 那节目的开始呢 我来考你一个问题哦 考我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难办到的吗 最难啊 嗯嗯 应该是赚大钱吧 还是跟男生在一起 这我们太浮浅了 就是啊 最难的事情就是 逗我们现在长得漂亮的女生开怀大笑 这根本就是mission impossible啦 可是我跟你讲有人办到了 蛤 是谁这样厉害 就是啊 那个YES频道的主持人叫什么 Kingsley的 他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就逗了我们女生 Emberna开怀大笑叻 有没有这样厉害我 真的很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片段一下 我问你啊 有一棵树木 它这样子 活了超过一千年 嗯 这样这棵树叫什么名字 千年树 不是 它叫超灵老木 哇 Emberna真的超级 你真超漂亮的呢 真的 我也觉得很漂亮耶 不过 再考你多一次 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 是很难办到的咧 该不想逗女神秀吗 哎 重复的话那里好玩 还有一个事情的 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啊 放下你手头上的工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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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的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 是不可能的 哇 你那么爱你 那份工作嘛 嗯 不过可以讲 我们YouTuber 郑丁燕啊 就为了追求他的梦想啊 放弃了他现在手头上的工作咧 天哪 梦想也太伟大了吧 还为什么要这样做 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就是 有广大的粉丝支持他 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就知道了 在这里呢 我也跟大家宣布 我已经辞去我的正职了 那我原本呢 是在新周日报的百格部门工作 那我平常的工作呢 就是拍摄新闻 剪辑 那偶尔也写下新闻稿 那我辞职的原因呢 是因为想要有更多的时间 来追求自己的梦想 以及有更多的时间来拍摄影片 还有认识自己 我的薪水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呢至少是我毕业以来 最高兴的这个工作 虽然我是一个月光族 但至少呢 这份工作 让我住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间 以及让我开上一辆比较好的车子 当然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放弃了正职 就代表着 我已经少了一份稳定的这个收入 接下来我还能不能生存下去 就取决于我到底努不努力 还有取决于你们到底会不会继续支持我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蛮难的 嗯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在后宫生存 跟出人走地啦 哇讲到后宫这种地方 如果我在后宫生活 我觉得三天这样 应该我就死翘翘了 这样你知道最近大家都在追什么剧吗 那个是什么 《沿袭攻略》好像是 看到最近好像大家都有在追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追一下看 我昨天就看了第一集 我是觉得真的还蛮精彩的 我有点想看下去的欲望 重点是这部剧是我们女神 舍师妈 久违的古装剧 一定要去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片段吧 最后再考考你 你知道什么歌最难唱吗 难唱的歌就是那种比较高音的歌曲 就很像那种什么 死了都要爱啊 还有什么煎熬啊 还有逆光 虽然这首歌都很难唱 可是大家都很爱挑战这些歌曲啊 所以最近就有两个网红 就是Staffy 郑逸文 跟Ewan 蔡逸文就cover了 逆光这首歌曲 是哦 逆光很好听一下的了 这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就来听一下这个好听的歌曲吧 那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